沈家 周瑩啊 一定要这么做吗 你要 你这么做 是完全不给沈家留后路啊 我就是要让沈家无路可走 到处树敌 不是经商之道 我并非到处树敌 我只是与沈家为敌 这是其一 其二 吴家和沈家早就是生死仇敌 我不这么对他们 他们也会这么对付我们 所以吴家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将沈家压垮 但沈家和龙生河乃是搭档 龙生河的背景深厚 我怕我们得不偿失 不怕 我们吴家所有的深意都是堂堂正正 那龙生河就算是有心陷害 也是无处下手 对 二哥 你担心是多余的 这次我都算过了 周颖啊 一定会大获成功 你放心吧 好吧 既然你们都没意见 那我也同意 那我也同意 王世军 你即刻向所有科商宣布 我们最新的调缠 是 少奶奶 如何 咱们 房间 要咱们 还骑上 出来 好 早 走 好 味道很香水啊 那边还有别的吧 看看 老板 我这儿还有更好的厂 好 行儿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提前打个招呼 回家了吗 你娘和你奶奶 知道你回来了吗 吴家的军需案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说什么 你在中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这话什么意思 是你 一手制造了吴家的冤案 谁说的 你身上 吴家的军需告要当中 根本就没有作假 是不是 既然吴家冬院没有作假 你为何要冤枉他们 说吴家用松香代替了血见 为了给岳生报仇 你凭什么说 吴家冬月的人杀死了大哥 你别忘了 岳生就死在他们 吴家的仓库里面 既然大哥可以进那个仓库 那其他人也一定可以进得去 肯定是岳生发现了 他们作假的证据 他们就杀人灭口 既然吴家没有作假 何来作假的证据呢 吴家 吴家根本就没有杀死大哥的理由 但卫文自己都承认了 是他指使手下干的 所有人都清楚 刑部大牢里驱打陈昭的事情 屡见不醒 爹 你贸然报仇害的不仅是吴家 已是我们沈家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是周莹 他知道了 爹 我陪着你一起 我们去吴家东院 坦白 忏悔 我们想尽办法 帮助吴家东院平反 再一起找出杀死大哥的 真正凶手不好吗 不 这是我们现在 唯一能做的了 我们现在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不 我觉得只要我们 陈行道歉 悔改赔偿 这件事情 一定还有转机的 你把事情 想得太简单了 就算真的是我们错了 我们愿意认错 那个寡妇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那个寡妇 告诉你这些的时候 她还说了什么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有些人 所以就能做 最终解决 而且我相信 只要贝勒爷在 我们沈家 绝对不会被吴家打倒 你犯下如此大错 还指望贝勒爷包庇于你 你真的以为 凭我个人的力量 就能把吴家东苑亲赴 这件案子贝勒爷也有残忍 吴卫文当年仗着他有后台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把我们沈家押得是喘不过气来 如果不是贝勒爷 你早就死在牢里了 我们沈家早就绝后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既然那个寡妇什么都知道了 她一定会向赵白石禀报 但我们沈家现在 还丝毫没损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背后 是贝勒爷 现在你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杜明里那么贪那么毒 龙生河那么过分 我都不愿意和他们分手 我就是为了能保一个平安 这不是平安 这是一错再错 万劫不复 爹 回到山了 既然如此 那你就跟那个杜明里继续纠缠吧 等我 你 作为儿子 我想最后提醒你两点 第一 杜明丽是真正的杜师傅 第二 千万不要小看着你 切儿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